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29日 强烈谴责日本政府审定通过争议教科书的做法 指责韩国总统尹熙悦在外交上的让步 只换来日本的背叛挑衅 要求国会对两国领导人会谈内容发起调查 共同民主党党编朴红根当天在该党议场会议上说 我们强烈谴责日本政府公然歪曲历史 和企图侵犯韩国主权的恶意行为 他提出韩国政府应采取强有力的回应措施 如召回驻日大使等 同时尹熙悦应直接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出抗议 要求这方撤回相关决定 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批评 虽然尹熙悦政府在遭强征劳工赔偿等问题上 对日本做出一系列让步 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日方审定通过争议教科书属于挑衅行为 是对韩方的背叛 这一党派已向韩国国会提交国政调查申请 要求查明尹熙悦与岸田文雄 本月16日会谈的具体内容 调查范围包括会谈中是否谈及独岛 未安抚等问题 日方是否要求韩方解除福岛水产品进口禁令 以及遭强征劳工第三方代赔方案确定过程中 是否存在违法独职和滥用职权等行为 日本文部科学省28日审定通过一批小学教科书 宣扬日方单方面领土主张 淡化和歪曲日本强征和奴役劳工的历史事实 掩盖其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的暴行 韩国外交部28日晚些时候 召进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扩工时 雄谷直述提出抗议